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三角梅触花 我们最好就是用零双心甲这种高效的触花给来吹花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一旦等到你的三角梅已经开始花芽分化 已经开始开花的时候 我们就要停止使用零双心甲 避免这个植株新层代谢加快 花朵提前凋谢 但是在这期间真的就不能够用肥了吗 当然不是 在三角梅开花期间呢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一种肥的 这种肥呢就是股粉 为什么可以使用股粉呢 首先股粉呢 它是一种高磷缓势肥 释放肥效速度比较慢 不仅不会造成植株新层代谢加快 还能够补充植株开花期间所需要的零元素 避免植株因为零肥不足 花朵提前凋谢 可以让它的花开得更大更厌 而且更持久 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在花盆边缘呢 给它挖圈钩 将这个股粉呢 给它均匀的撒下去 我们大概一个月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特别是像三角梅种植物呢 它会有时候一波一波接着开 这样的话呢 源源不断的补充零元素 也是有利于它开花的 当然了要想花开的久 我们除了要补充适量零元素之外 还要注意不能让它淋雨 并且不能强光 紫色要适当的遮阴 给点闪色光照花开了更久 而且颜色的更亮丽 好啦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